三驮额台风来势汹汹 外围环流带来的好大雨 除了重创 梳花 铁公路中断之外 也大大影响到蔬果南北运销 一号是一早 市场就挤满着人车槽 除了采买的民众之外 菜农也要抢着好天气的时候 采收新鲜的蔬果 让前来的餐商进行竞标 三驮额台风来势汹汹 一号一早市场就挤满人车槽 不少民众都趁着好天气出门采购 因为明天台风所以会多买一些 因为我不知道西部有没有下大雨 如果有下大雨 我们的菜家一定受影响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30号在花莲下起好大雨 除了重创梳花铁公路中断 也大大影响蔬果南北运销 那个梳花断掉了 从南部那边过来 从南部过来 台风在那边的时候 怕有没办法进来 像如果我们要去北部的话就有影响 要激活也有影响 全部都有影响 就很不方便啦 时间都要改变吧 以前可以一点半出菜变成要C点 所以压缩到时间 会影响菜价吗 菜价也会啊 就是有波动啦 而且便宜菜不耐放 就是只要台风菜价 一定有耗损啊 东西坏掉 一定就是量少菜价就会影响到 蔡农表示 在上回开密台风 已经损失将近二三十万元 还来不及灾后重建 现在又遇上三坨尔台风 只能无奈苦笑 面对现实的挑战 做好防台质保的同时 也希望能有条可靠安全的北上道路 记者 徐立琴 花电视报导